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呵呵 倒要想起来了 不错 就是那位这两年传闻已经陨落的韩前辈 如临这位前辈安然的出现在这里 前些时间的传闻自然都是吸烟了 老热一摸胡须点了点头 可是这位前辈身上好浓的煞气啊 似乎有些来着不善 恐怕不仅仅是来找人这么简单的吧 那万一真出了事情 本阁的规矩是不是坏了呀 那名年轻的守卫喃喃的说了两声 一听此言呢 其他人脸色再次一变 目中的闪过里丝惊惧 韩前辈到这里做什么 哪是我等能管的呀 就是将这兜元阁拆呢 阁主也绝对不会因此而怪罪我们的 本阁规矩只是对一般的修士来说的 岂能用在韩前辈这等存在的身上啊 兰法老者倾笑了一声说道 穷心的回到了原来的位子上站好 再也不说一句话了 听到老者如此一说 其他守卫呢 也连连点头称是 并心照不宣的不再谈论刚才的事情了 仿佛先前的一切呢 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一般 只有那年轻卫士呢 还有一些六神无主 时不时的挥手望门内处望去 几乎同一时间呢 在阁楼中间一层被重重进至封闭的大厅当中 正有七八名男女呢 围着一名一身白袍的女子正在劝说着什么 那白袍女子肌肤晶莹如雪啊 凤目戴眉 但是脸上神色冰冷异常 正是被邀请参加此地聚会的冰凤 他刚一到此地 结果呢未见到有人开交换会 听得到会之人也隐约不对之后 原本立刻警觉的想要离去 却没有想到啊 反被其他人发动禁止 封锁了整个楼层 接着参加此会的这些人呢 开始轮流的对他劝说不停 竟然是一副都已经被青龙收买下来的样子 凤道友 说起来你的冰凤之身和我们黑凤一族也算是有些渊源的 否则的话 这段日子里边 写着我也不会在你和青龙前辈间一直周弦不停的 但是你要是在这般拖下去 可能真的会戳怒青龙前辈了 以青龙前辈合体中期在神通 若是对你动强的话 妹妹可一点反抗之力都没有的吧 我看哪 倒不如答应了下来 以青龙前辈的身份地位 丝毫不比那姓韩的小子差上多少 你又何必如此死听下去呢 说话的呢 是一名一身黑裙的貌美少妇 眉宇之间引荐气 竟正是黑凤族的小红 此女呢 前些年呢 被黑凤妖王鹤令闭关一阵子 如今呢 竟出现在了天渊城中 还一副修为增进了不少的样子 其他人呢 也是人妖两族都有 并且都或多或少的和兵凤认识一些 此刻也都是一副苦口婆心 加以相劝的样子 妖族会出现在这里 那么自然是因为 魔族开始攻城之后 城中呢 已经取消了两族划分的界限 双方都可以互到对方去的缘故 即使如此啊 两族互通存在 一般也不会无故的 跑到对方居住的区域中去的 只有高阶存在 才会不在意的互相往来 这里的人中的妖族 基本上都是练习修士 自然完全呢 有资格出现在此地的 不过呢 他们所劝说的言语 却实在是没有什么新意 仍是啊 在不停地说青龙上人 身为合体修士 合体双修呢 自然是一件两立的好事了 城中不知道有多少女修 对此当好事还求之不得之类的话 但是 无论小红动之以情的言语 还是其他人呢 小以厉害的劝说 冰凤呢 仍然呢 是不为所动啊 冰凤妹妹 这该说的话 几个几个人可都跟你说了 你现在给个准确的回复吧 是不是愿意答应 青龙前辈的双修之意呢 小红剑子情形 自然是暗自眉头紧皱啊 再过了一会儿之后 一摆手 让其他人暂时住口 声音夹人之间 变得有些阴沉 这几个人当中啊 显然的 以他为主的模样 道友就算是说得天花乱坠 我也不会答应的 我倒是觉得有些奇怪了 小道友身为妖族议员 难道说不知道 人妖疏徒正是我等妖族的一大族规吗 你如此明目张胆的帮着青龙上人来胁迫我 就怕回去后被黑凤妖王大人借罪吗 冰凤终于神色一动的开口了 但是话语啊 却仿佛刀剑锋利呀 十次向了小红这位妖女 小红一听此话 脸色微微一变 但是马上就恢复如常的心笑了起来 冰凤妹妹还不知道呢 吧 青龙前辈区中呢 原本就留有我们妖族一脉的灵血 原本就是半妖出身的 只不过嘛 他老人家当初选择了留在了人族 这才成为了九星宗的大长老 所以解决我根本不担心此事的 况且就算是没有青龙前辈是半妖之事 以现在人妖两族必须联手抗敌的级念 族主和其他合体期长老知道的 也会故作不知的 不过妹妹的回答 还是让姐姐极为的遗憾 此地事情也只能撒手不管了 小红的用手一抚着绣发 变得冷淡已长 交给旁人 冰凤闻听此言 脸上不停一下子苍白的起来 似乎已经知道了对方话里的意思 果然呢 小红立刻一回声 从大厅一刺的某个天门 恭敬的说了一声 青龙前辈 我等已经尽力了 但是看来冰凤道友 还是需要前辈亲自开导一番才行啊 既然这只小冰凤如此执迷不悟 老夫也只好亲自出马了 但是这种手段 老夫原本极不愿动用的呀 一个男子的声音呢 从片门中悠悠的传出 接着 片门从里向外 一下子自行的推开了 从里面呢 不慌不忙的 走出了一名锦袍男子出来 只见 此男子四十来岁 面容方正威严 单手持着一本白玉后书 神色从容 正是当初呢 和杭力一起对抗过 魔族大军的青龙上人 前辈应该很清楚 用强硬的手段 而非切身自愿的话 是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的 况且前辈 难道说 这真的不顾及 常中其他几位前辈的意思吗 你这话若是数日前说 老夫或许还真的有几分忌惮的 但是现在嘛 老夫已经修炼好了一种心神通 可以让你心甘情愿的加以配合 至于天然城的其他道友嘛 你就更不用指望了 我已经在昨天正式加入到了天然城 成为成正的长老之一了 本座和一位已经隐落修士的 孰清孰众 他们还分不清楚吗 到了此时啊 青龙上人无需再虚言伪装什么了 冷冷的直接说道 冰凤呢 文言脸色一变 轻烫了一口气 忽然之间的抬起了一只欲腕 往生前飞快的一滑 白光闪动之下 一条白茫茫的空间缝隙 随之浮起而出 他身形一模糊之下 人就虚影一般的一下子顿入到了其中 冰凤这一连串的行动快速闪电 竟让附近的小红等一杆存在啊 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 等他们大怒的再想出手的时候 那道白茫茫的裂风一闪 就诡异的弥合了起来 青龙上人见此情形呢 却神色依旧 只是将手中的玉书啊 冲虚空轻薰一抖 荧光一闪 一枚银色的古纹 从玉书中飞射而出 并化为了头颅般大小 并一闪的击到了空间缝隙消失之处 轰一声过后 那边虚空啊 在银纹爆裂而开之后呢 竟仿佛水面一般的扭曲 模糊了起来 接着寸寸的碎裂而开 一声梦哼过后 冰凤交去一个亮枪的 从虚空中掉出 连退几步 这才勉强的站稳了身形 并重新抬起了头 此刻的他呀 神情纵然说还保持着冰冷 但是神色 却实在是有些难看的 哼 你若是能在老夫面前跑掉 那老夫姓名就到过来念了 好吧 你呀 乖乖的让诸位道友 将法律封闭 还是让老夫亲自动手 这个 你自己选择吧 啊 青龙上人扫了冰凤一眼啊 傲然的说道 小红等人呢 也刷了一下子 从四周 将此你 此死的 是围在了其中 唱听网 有时候 灵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 别样精彩 3w.听85.com 冰凤在原地 站着未动 但是心呢 且往下沉 不知道青龙道友姓名倒过来念 是怎么个念法 不妨亲自给韩毛演示一下如何呀 就在小红刚想上前动手的时候 突然一个冷冷的男子的声音呢 在听堂中回荡了起来 此女脸色一下子变得苍白无血呀 同一时间轰的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像传了过来 原本闪动的淡淡的灵光 被结结实实地禁至封闭的大门 突然之间 从外向内的爆裂而开了 随着大门的爆裂崩飞呀 一股狂暴之气 从外狂涌而入 刚才前面的两名练须其修士啊 被这可怕的气息一冲之下 竟仿佛被巨兽狠狠的一状一般呢 神剧一下子沙袋一般的一飞而起 被重重的摔到了对面的墙壁之上 而偏偏的这个墙壁 也被释放了尽致在旗上 仿佛金刚般的坚硬啊 这两名人族修士 可不是法体双修之士 头破血流之下 竟来了哼都没哼一声 直接倒地不起了 刚才的这一状机 连他们身躯中的原因都直接震晕过去了 其他几个人 见此情形的心中一哆嗦 兔子一般的一下子 从大门旁边一闪都远了 青龙上人在听到此话语的瞬间 也面色大变 至于冰凤呢 则惊喜交加起来 急忙一转身 一对美眸往大门外望去 直接门外的可怕的气息一收 一名身着金袍的青年的淡然的 扫了进来 不是韩丽还能是谁啊 韩兄你终于回来了 冰凤纵然一向是冰冷一场 此刻也是难掩心中的激动啊 脸线阴红的脱口说道 哼 虽然遇到这些麻烦 但总算化险为夷的安然无事了 韩丽目光呢 在冰凤脸上一扫 嘴角呢 泛起了一丝微笑 哎呀 韩贤帝竟然能从魔族圣族手里逃生 真是可奇可贺之事啊 在下和其他道友一定要摆下宴席 给韩道友压惊喜沉呢 青龙上人呢 毕竟也是一名合体期中期的修士 他心中一调慌乱过后 立刻就反应了过来 脸上的立刻就堆满了笑容的说道 韩丽却根本就没有理睬青龙上人分毫 而是双目一眯 目光仿佛刀剑一般锋利的 扫了包括小红在内的几个人一眼 丝毫感情没有的连说了 两句很好很好 除了已经晕倒在地的 两名修士之外 包括小红在内的一干练习存在 顿时一个个面无人色起来 就算说他们中没有见过韩丽之人 此刻自然也是知道了 此人的身份 心中的经济啊 可想而知 他们之所以被青龙上人收买 说动的主要原因 那么自然是青龙上人 向他们拍胸脯保证 韩丽啊 已经隐落掉了 否则的话 就算是多谢他们几个胆子 也绝对不敢插手 此等事情的 现在呢 韩丽这位合体修士 非但没死 反而出现在此地 正好将他们堵了个正着啊 连脚变得余力都没有 那么下场呢 可想而知啊 韩丽 那脸色一沉 袖子突然冲击二话不说的一斗 噴壁声巨响啊 大汉只觉得胸口一热 身躯就和先前两人一般的飞了出去 重重的摔到了墙壁上之后 一团精血喷了出来 也倒地不起了 其他的一个人大惊啊 急忙忘去 只见大汉胸前一惊早已化为了乌有啊 露出了一副光滑银白的战甲出来 此甲看似丝毫异样没有啊 但是下一刻啊 一声脆响传出 整件战甲竟寸寸的碎裂 化为了一堆碎片的从大汉身上直接洒落而下 哈利看似轻描淡写的一击 不但将大汉呢 击成了重伤 临身上的保甲竟也一起毁掉了 这个结果 让原本呢 还想心存几分侥幸的人呢 都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通体发寒呢 再也没有办法说出半个不字来的 青龙上人见此情形呢 脸上的肌肉不觉抽搐了几下 但是一想起啊 当日寒历独斗数名合体修饰的情形 心中同样无法提起勇气 说出什么狠话来 只能刚咳一声过后 皮笑肉不笑的说道 呵呵呵 呃 曾兄何必如此动怒呢 你刚才击伤的可是城中顾长老的爱徒 出手如此重的话 这恐怕不好给顾长老个交代吧 哼 交代 要什么交代啊 顾长老要是觉得我出手太重 尽管可以来找韩某的 倒是阁下 是不是该给我一个交代呢 韩某呢 冷笑了一声 转过身来 默默的看着青龙上人 青龙上人 看到了韩某的眼神 知道韩某已经起了杀心了 但是 此情此景 韩某的表现 已经让他 也起了杀心 但是 青龙上人心里 又是一个急转呢 他知道 在这种情况之下 还是先别招惹 韩例为妙啊 日之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 第1296回